欢迎来到本周的海洋之我心节目现场 我是主播爱花莲 身为海洋邻居的我 今天要来为各位介绍海洋所面临到的问题 海洋近年来受到极大的破坏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类的食、衣、住、行、娱乐 都和海洋密不可分 例如饮食方面 人类因为过度捕捞渔获 以及对于海鲜产品的爱好 造成海洋资源急剧下降 导致海洋永续发展出了问题 再来 为了观光和渔夫的需求 不断筑起的渔港以及消波块 也造成海洋生物磕浅 瀕临绝种 人们也为了自身利益及日常所需 在海边筑起风力发电系统 慢慢累积起来 种种对海洋发展不友善的行为 都足以加速海洋环境的恶化 这样的情况要是继续下去 海洋人类必定两败俱伤 我们能做些什么 来消灭人与海之间的垃圾长城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校以及工艺团体 特别安排时间参与浸滩活动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 替海洋 替大自然尽一份心力 这些方法都是从后天来改善的 但若是从根本开始解决呢 例如捕捞鱼或海产时 避免使用流刺网 以及若是捕捞到又小的鱼苗 则放生 等到小鱼茁壮后再捕捞 这些小小的举动 都能使海洋永续发展的问题得到改善 让我们攜手共好 创造一个永续的海洋世界吧 海洋保护交给我 共享美满好生活 海洋保护交给我